举手跟煎瓶说 烤生准备开始 首先以干洗手艺清洁手心 手背 手指 手指缝 指甲缝 手腕 每个部位至少搓洗五次以上 清洁完毕并以纸巾擦拭干净 清洁完毕并以纸巾擦拭干净 再以清水与75%酒精消毒清洁推拿椅 并用纸巾擦拭干净 你好,我是传统整副推拿服务员 请坐上推拿椅 请问是否舒适? 接下来为你操作三个手法 摩擦法 摩擦法 摩擦法是以手指手掌大一句小一句等部位 贴于操作部位上进行节律性环旋滑动的手法 执行摩法手法操作时 手部向下压的力量要小于环旋滑动的力量 使皮肤产生温热感 适用于全身个体表部位 调体效果是体表舒缓放松 擦法是以手指手掌大一句小一句等部位 贴于操作部位上进行节律性直线往反滑动的手法 执行擦法手法操作时 手部向下压的力量要小于直线往反滑动的力量 使皮肤产生温热感 适用于全身个体表部位 调体效果是体表舒缓放松 摩法 按法是以手指手掌掌跟手肘等部位 按于操作部位上进行垂直逐渐用力向下按压的手法 执行按法手法操作时 用力要稳要垂直 油轻见重不可移动 切记暴力 适用于全身个肌肉丰厚部位 调体效果是深层肌肉舒缓放松 接着是拿法 拿法是以拇指与其余四指相对用力握住操作部位 进行反复而有节奏性的拿提或拿捏的手法 执行拿法手法操作时 手指力量应对称 由轻到重 再由重到轻 动作连贯而有节奏性 适用于身体各部位 调体效果是深层肌肉及四肢关节放松 接收后请举手跟监评说操作完毕 并谢谢监评 好这支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吗 赶快按赞订阅 以及分享给你们有需要的朋友哦 最重要的是 赶快前往连结 赶快填写问卷 这样才可以免费 索取我的数科笔记 以及最新的参考资料哦 大家记得一定要好好练习哦 在这边预祝大家金榜提名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